大家注意看 家里有吃不完的大头菜 不要总是炒着吃了 像我这样换一种做法 鲜香脆爽真的是特别好吃 而且做法比和凉水还要简单 三毛钱一斤的大头菜 用我白胖的小手 给它撕成大大的小块 地里刨的大萝卜 不用去皮 直接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然后给它们放到一个大碗里 多撒上一些精盐 给它们翻拌均匀 腌制两个小时以上 把大头菜腌出水分了 然后给它们钻干 把这个盐水留着备用 再加上我家的自来水 给它洗掉盐味了 不知不觉已经分享了 几百道家常菜 一直都没有收到您的小红星 上一个视频真的是太惨了 我这个刚从农村出来的小孩 嘴巴也不会说什么话 今天麻烦大家 就给点一个吧 拜托您啊 最后用力的 给它们钻干水分了 准备一把韭菜切成小段 莲葱切成细丝 然后给它们倒在大头菜里 加上一包这个 还是泡菜专用酱 这里面什么虾酱啊 鱼露啊 成分都有了 什么都不用老铁们放了 在家里面 咱们也能做出 朝鲜族拌菜的味道来 而且现在都是 十九块九两大包 真的很划算 把大头菜给它拌匀 即可开吃 放在冰箱里冷藏 那更好吃 喜欢的你也点个赞 收藏做起来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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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